Yo! What's up? 大家好,我是Oscar 上個禮拜我就跟我女朋友一起去看了這個 Shin Ultraman的電影啦 首先蠻感謝這個GSC有帶入這套戲啦 然後當天我們看也是Full House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禮品 一張Shin Ultraman的海報 還有一個這樣子的Batch 在這邊我會簡簡單單稍微點點的去講一講這個電影啦 放心,沒有沒有沒有 我不會去劇透爆雷給你們聽的 不過我會Rough講這套戲值不值得看這樣子 OK 首先這套戲勒 10分勒 我可以給他到7到8分 整體啊戰鬥畫面特效我覺得都不錯 雖然還是有一點點欠佳啦 那畢竟如果跟那種Hollywood那種什麼Avenger那種這樣子特效來比的話 整體上呢 以一個特色片的特效來講呢 算是很不錯的一個水準 所以推薦大家去看如果有機會的話 然後 整體上的劇情鋪排故事 還有奧特曼包括奧特曼怎麼樣打敗怪獸啊 終極之戰 就是他們討論要怎麼樣打敗Final Boss啊 那些他們都會有去 呃 很像會有開會啊 去討論啊 呃 就可能 拼奧特曼自己一個人是不行的 可能他也需要 人類互相幫助 直接這一個戲份裡面我覺得在這套戲是做得很好 不會很像那種我們平時看的那種奧特曼系 奧特曼一個人 打到完一個人KO到完 就人類是一個一個多餘的角色 他這次人類的角色也算是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所以這個點我是蠻 喜歡的 但是 那麼我稱讚他這一點 但是這一點也是有一個弱點就是他講太多話了我覺得 整套戲他講的話蠻 多一下因為他解釋他我覺得是解釋到清楚的 然後 就是因為 可能解釋到太清楚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他拍攝的角度是很特別的 OK他拍攝的角度是可以去到這樣子 這樣子講話 OK你imagine一下那個電影院就是這樣子講話那個人 他是cut的他那個人的頭是cut掉的你知道嗎 然後有一些角度是從下面拍上來這樣子 啊就可能 那個角度會是這樣子 然後你就這樣子拍過來然後我在做我的東西跟那個隊員講話 我蠻喜歡這種 Shot但是雖然是有一點點怪啦我女朋友也問我 這個導演這樣喜歡拍這種這樣子的Shot 可能他之前有拍過那個 Shin Godzilla 那個我沒有看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一集也是這樣的 這個導演的慣例喜歡這樣拍 我不知道 But 我個人是覺得蠻有趣的啦 因為你可以以一個不同的視角 來帶入讓我們 有一種帶入感 participate在這一個 這個他們討論的研討會 就是討論怎麼樣去攻略啊那種這樣子 我覺得那整體的故事先是 是不錯的 因為我個人是蠻希望這一部 這個奧特曼可以 成功啦可以在 洪 在東南亞 馬來西亞 這樣子的地方 因為奧特曼一直給人家的印象就是那一種 給小孩子看的嘛 難得這次有一次機會還原出一個 比較 給大人看的 比較比較真實感的 這一種這樣子的奧特曼的電影 我是覺得蠻值的推薦大家去看的 畢竟每一個 男孩子童年一定有看過奧特曼的 你沒有追你也應該懂他是什麼東西 終於可以做到不是小孩子看 多麼多麼的開心 錄了這樣久我才發現到 原來畫面也有錄到 啊對我也要順便在這一集裡面開箱 啊 新 烏特曼 SHF 他的盒子有點像那個香菸啦 怎麼拍子我就不講啦 他的設計就是非常的簡單 OK一個這樣子的 其實是奧特曼那個胸口的那個 設計這樣子 然後呢 奧特曼的是那個 新烏特曼這樣子放著然後那個奧特曼本體就這樣站直直這樣子 所以是蠻簡約的這個風格 然後旁邊呢 就是他擺Pose 這邊也是一樣 後面呢這邊是 這次鏤空是可以看到裡面的奧特曼當然啦那那模型我拿出來啦OK 他這邊也有秀你一些可以擺的 一點Pose啦OK So 廢話不多說我們來看看 那麼這次裡面呢有一個 這樣子的紙板頂住啦因為他鏤空嘛不可能給看到裡面什麼東西這樣紙皮這樣不好看 就做有印象面這樣的紙 然後後面就是Menu 他一共是有三對手型 一個是普通戰車手型 一個是準備戰鬥的手型 還有一個是握拳頭的手型 還有一個我是覺得蠻不錯的 我就換了這個手型 就是這個 直到有一點彎起來的這個奧特曼十字色光的手型 等一下先擺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子啦 十字色光 帥勒 他的這個手型為什麼會這樣翹上來呢 是因為以前初代的時候那個皮套演員有一個習慣就是會喜歡這樣子 所以他是更回那一個的還原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賣點 因為如果你買其他廠商呢 我覺得很像是 Tree Zero是沒有做到這樣子的 他的細節是做到這樣子 這個細節是做到那手稍微有一點點敲 這個是 相對還原一丟丟在手型那邊 其實可動呢你們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了 是肯定是超級無敵的好 因為他整體沒有東西沒有盔甲的擋住 然後他又瘦又長 這個奧特曼是相對比其他的來講是還要瘦長 看到嗎 他就真的是一個Alien這樣子瘦瘦長長的 然後呢他整體的可動都OK 手平舉 舉到最高應該是這樣吧 腳勒 可以舉到最高是這樣 算是很不錯啦 OK 也就是一個大字形 這個奧特曼在戲裡面沒有擺過這樣大的腳了 OK所以不用擔心 OK肯定擺到最中所有你想要的Post 然後注意看喔 他的腳的鞋子 是那種肩上來的 他的腳的鞋子這邊是肩上來的 稍微有一點肩上來這樣子 然後 腳關節這邊呢 可動是這樣子 很不錯勒 你看他這邊是做一個配件他沒有這件那種Direct那一種 要好一點那這樣子那個可動就會可以拉高 蠻不錯然後他下面有有挖一個 U的這個位置 所以導致他的腳可以有一定的可動性 然後腳尖也是有可動 手部 可以玩到這樣 順便給大家看一下背面 真的超瘦的 然後腰部的可動是這樣子的 他可以玩到這樣 45度鞠狗沒有問題 然後玻璃可以這樣 但是會 這邊會看到囉 如果你轉到太厲害了啦 你轉到太厲害的話 還是看到Bird 他做得到啦 起碼他是做得到 唯一一樣點 是我覺得很傷心 為什麼他沒有做到就是喔 為什麼奧特曼的頭不可以 不可以往上啊 移不上來 這個是他的缺點 不過聽講 Shin Zophie 就是這個金色的奧特曼 他是修改了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講你的瑕疵啦 唉 真的很傷心 這個是唯一的點 我不開心吧 整體呢 顏色啊 那個叫 色澤啊 那一些 我覺得都算是蠻還原的 不過咧還有一個顏色更美的 那個是什麼牌子啊 Tree Zero 不過我不可能錄 這樣多個 一樣的模型嘛 所以我只錄一個吧 接下來呢 我順便展示一下 其他Pose的角度 給大家看 然後另外呢 就跟大家 總結一下吧 總結這個模型 大家有興趣 覺得價位 可以接受的話 可以入手 OK 應該差不多在 這個價位 現在差不多應該都在200多 這樣子吧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覺得 想收的話 可以收啦 那麼 呃 接下來 萬代也會公開一個是 假 真奧特曼 假 就是 沙拉不變的 OK 那一個奧特曼 雖然他是講那個是假 但是我分不到 他的他的分別在哪裡啦 可能那一個的頭會有 更改 這個問題 你們可以去 呃 關注一下 到時候再入手也可以 然後另外就是呢 呃 這部電影呢 我是蠻推薦去看的啦 嗯 畢竟 我們不懂 還會不會有續集 未來還會不會有 還是怎麼樣 本 做一個姿勢就 去 看這部電影吧 如果繼續過後 還有大家的國家 有上映 還是什麼 大家的地區有上映 還是什麼 嗯 非常推薦大家去看啦 嗯 好啦 那麼本集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哦另外呢 那個假奧特曼那個呢 沒有記錯 好像是還有包一些配件 就是extra多一些些配件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 去看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